新闻稿你看看 两个人准备我比较放心 你在干什么 刚洗完澡 准备看今天拍的照片 骗子 你 你这个人 你怎么能这样的 他都误会我了 谁让你穿成这样的 干嘛 我穿的不是挺多的吗 走吧走吧 骗子走啊 快点 快走 干嘛呀你 怎么有你这样的人呢 快走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把令人真的走了 什么时候走的 刚才走的 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 反正短时间内他不会回来了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去追呀 快点 我之所以选择离开 也是希望能够多给他一些时间 仔细考虑我们之间的感情 仔细考虑我们之间的感情 也对 如果有一天你们知道了那是感恩而不是爱 反而会更痛苦 两家人 都不能够接受我跟李昂在一起 之前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 与其留下来制造麻烦 还不如离开呢 我想 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那你真的舍得李昂吗 不舍得 也许这是老天爷给我们的考验吧 有的东西 他即使就在眼前 也未必可以得得到 而有些东西 即使相隔天涯海角 是你的 是你的 终归是你的 你这些笨猪 我 我不吃油 都是你 都是你 谁让你到处来帮东西了 害得我还要帮他写稿子 去 我的人生怎么这么被罪了 抬头 以后回来晚了 记得提前通知我 你是我妈还是我老婆 我干什么还要向你汇报 我喜欢 我愿意 怎么了 这句话 我必须在你清醒的时候 再说一遍 你听清楚 我愿意养你 有嘴话说 哦 你不喜欢呢 我愿意养你 日子 yo 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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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看一下影展发布会现场发挥的报道 欢迎来到李昂个人影展发布会的现场 李昂先生又见面了 两年前你在国际影展上拿到很好的成绩 这次准备各展听说主题叫做背影 是的 为什么会选这样的名字呢 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 关于背影的这一组展出照片 是我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拍摄了 因为这组照片 我找到一个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 听你这么说好像有一个故事 你愿意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分享吗 说来话长了 不过我只能说很遗憾 我已经把他给弄丢了 你做这个影展是想让他来找你 还是你去找他 你可以看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却永远看不到自己的背影 就算你不愿意回头 我也会在你的身后 所以我会等 我会等你回来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请核对后再拨 二仨 喝点吧 最近太累了啊 儿子 你看这过去的事总得让他过去 你还有你的生活 你的婚姻 你的未来 你总不能为了感谢好里人 就这样一直等下去吧 他万一跟人家结婚了呢 如果他心里有你 他不早就回来了吗 这不明摆着的吗 哎呀 我看你这么一天一天的等 这心里 真是急死了 不是因为想感谢他 那是为什么呢 他十年不回来 二十年不回来 一辈子不回来 你都不结婚 不生孩子吗 儿子 我还急着抱孙子呢 妈妈 再给我点时间吧 好 哎